- 謝謝,我是順林,我在中央院法律所 然後今天的,我們好像跳到後面了 先往前,要怎麼往前? 上下移嗎?上下移 好,這個是今天的專案 那我們到底要做什麼?看不懂 其實本來專案的名字是這樣,但是有人跟我說這樣可能太無聊 所以我只要改成前面的那個題目 那我們想要做什麼?就是 在新冠疫情期間,好像很多人都把這個數位科技 或者說是數位防疫跟台灣的數位民主 或者說科技的公民科技的參與等等的 有畫上等號,而且把這個當作是一個台灣特色跟職業學習的地方 好,那到底這個事情就是我們現在回頭過來看是怎麼樣去評估它呢?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請大家幫我們填一個問卷 那我們是誰?我們是一個,其實是一個歐盟的一個計劃 那這個計劃的主題是要用,是要討論就是說 國家怎麼樣使用人權的語言去正當化它的一些政策或是作為 那用人權的這個理念當然不見得是不好 但是如果這個人權只是一個是羞恥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一些問題 那這個計劃下面有三個子計劃 一個是COVID,一個是移民,一個是氣候變遷 那我們的是COVID-19的這個子計劃 那研究的方法就包括一般的研究 然後還有就是跟大家互動 Civus Society 一個區分 所以我們會去找不同的專業社群 那有焦點團體跟問卷跟工作坊 那它的產出會主要是給歐盟監獄 因為畢竟前是歐盟出的 但是如果歐盟才學某些政策的建議 那可能台灣也會學歐盟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比較間接的效果 那我們的這個產出都會使用就是CC-BY 然後如果是學術期刊的話 可能必須要跟就是主管是negotiate 所以但至少會用open access 然後問卷的結果會用open data 那我們的問卷有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公民科學社群 那有一些共同的問題 一部分是針對公民科學社群 那這個是QR Code 好 那有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其實這個資料 在數位服裝地面 涉及很多資料問題 那當然這個資料就是 第一個是要有各自的保護 可是就是它的資安是怎麼樣做 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到底是不是過度的蒐集 它蒐集的資料是不是必要 這其實也是要怎麼樣 兼顧人權保障的一個重要的討論 那所以今天有另外一件事情 想要跟大家一起談的就是說 那到底怎麼樣去評估 數位防疫措施的成效 那它的防疫所收集的資料 是不是最少或是必要 那其實政府是沒有做這樣的評估的 國外有些政府有 但是台灣並沒有 那我們有可能自己做嗎 那如果要自己做的話 需要怎樣的評估 需要哪些資料 那這個是想要今天跟大家討論 那這個是我們計劃成員 然後這個是文娟的QR Code 請可以的話請幫我掃一下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盛林老師 那幫我們QR Code 跟今天的文件 都可以在共筆的文件上面取用 好